这事发生在陕西西安的一辆公交车上 听见了女乘客的呼喊 公交车司机赶紧停车查看 原来是一名男子 对身边的女子进行言语骚扰 而且俩人压根就不认识 车上这么多人 这男的胆也太大了 仔细一问 原来在车上就算收敛了 俩人等车的时候 男子就开始跟人家搭讪了 公交车司机赶紧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封锁了车门 可男子仍不老实 不仅继续侮辱女乘客 还走到驾驶室威胁公交车司机 身上还散发着浓浓的酒气 终于男子的行为引起了众怒 车上的乘客都勇敢地站出来 制止了这名男子 并把他交给了警察